2022年新年快樂 上一支影片我們介紹了最具有聖誕節氣氛的寶可夢 信使鳥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在Pokemon GO遊戲中可以代表新年的寶可夢 呆呆兽家族 嘿,Trainers,歡迎來到Pokemon Elive的頻道 在迎接2021年時,Pokemon GO遊戲中推出了戴有2020眼鏡的呆呆兽 而境外後的呆呆兽將會帶著2021年的新年眼鏡 而2021年的年底,戴有新年眼鏡的呆呆兽強勢回歸 而這次除了可以進化成呆呆兽之外 也可以進化成戴有2022年眼鏡的呆呆王 說到呆呆兽家族的整體的外型 可以說是根基於水燙以及河馬 而他們的身體都呈現粉紅色 呆呆兽總是會呆在水邊 用它帶有甜味的尾巴來釣魚 而一旦釣上了大蛇被 就會進化成呆呆兽 而如果它的頭部被大蛇被咬住 並有了王者之政的加持 它就會進化成呆呆瓦 而呆呆兽尾巴上的殼 以及呆呆瓦頭上的殼 可以說都是源自於日本神話中的熔羅鬼 而同時也可以說是具有寄居蟹的意象 而特別的是 呆呆兽也有了超級進化 超級進化的呆呆兽 除了它的頭部以及雙手還有部分的尾巴之外 其他的部分都被大蛇被的殼包裹住了 而這個巨大的外盒除了具有保護的作用 也可以發強大的攻擊呢 而說到呆呆兽更不能忽略的是 它也被任命為烏龍面隊的宣傳隊 由於烏龍面的日文 無動和呆呆兽的日文 雅動發音相似 而在2018年的10月 呆呆兽就被任命為 湘川縣的烏龍面隊宣傳隊 而在湘川縣裡 除了有和呆呆兽聯名的系列產品之外 還有相關的活動 更值得注意的是 散落在湘川縣各地的呆呆兽聯名隊 如果有機會到日本 絕對不要錯過我去拜訪這些地方喔 而說到呆呆兽的命名 可以說是兼具音域還有意義的創作喔 呆呆兽的日文 雅動是結合 雅動咖哩即巨蟹 雅動努 宿主 還有 東坎 遲鈍的 而成 英文Slowpoke 則是取自於這個單字原本的意思 遲鈍的人 但也有意思說是結合Slow Pokemon而來 而中文的呆呆兽就是結合它呆萌的意象和怪獸 這兩個字而來 呆呆兽的日文 雅動咖哩 是取自於 雅動呆呆兽 另外 也可能是取自於 雅動呆 不能居住 這個詞 而來 而英文 Slow Bro 則是結合Slow 慢的 和Bro 兄弟 兩個字而來 而中文的呆呆兽 也可以說是結合它呆萌的意象 以及尾巴上的殼和怪獸而來 呆呆王的日文 Yatong King 是結合 Yatong Kari 寄居蟹 和King 國王而來 而英文 Slow King 則是結合Slow 慢的 和King 國王而來 中文的呆呆王 則是 結合呆呆兽和國王這兩字而來 在一起 在一起 封印尼 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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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再开 看到这边是不是发现我们似乎遗忘了什么呢 没错,就是在加勒地区 其实没有戴戴寿家族的地区形态 而有关于地区形态的大解密 我们将会在之后的影片 来为大家一一介绍 而如果你有发现 关于戴戴寿家族的其他小资讯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和我分享哦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